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在生活》 我是慧银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 是一个跟鸟相关的字哦 可是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原来这个字竟然跟鸟有关系 大家来猜猜看是哪个字 是鸽子的鸽吗 不是哦 还是白鹤的鹤呢 也不是 答案是 鸡和的鸡 诗鸡的鸡 鸡丝广义的鸡 先来看看甲骨文吧 这个就是鸡的甲骨文 发挥想象力看看 上半部有没有 上半部像是一只鸟 而下半部呢 是树木的树 意思就是 鸟停留在树木上面啦 那这个是鸡的上半部 也就是锥的甲骨文 指的是鸟会锋利 而有着长长的翅膀的鸟 接下来看到鸡的经文 大致上呢 是承袭了甲骨文的字型 而且结构也是一样的 而这个也是鸡的经文 变成了有三只小鸟 停留在同一棵树上面 说文解字说 群鸟在木上也 一般而言呢 凑满三个就可以称为一群 所以后来鸡就有了群聚的意思 那这个是鸡的小传 三只鸟变成了三个锥了 演变到了凯书 三个锥只剩下一个 也就是我们现在写的吉了 我们整理一下 吉的本意是鸟群 栖息在树上 后来引申为聚集 集合 而假意的过情论提到的 天下云集响应 银良而隐从 这里的集是重集的意思 另外集合大家的智慧和建议 我们称为集思广义 也可以当成名词使用 是聚合体的意思 例如诗集作品集 而当作量词有部分片段的意思 用来计算从书或隐句的单位 接着我们看到集的基本资料 集 读音是集 部首追步 总共十二话 集的笔顺首先是上半部的追 一撇 一束 一点之后在三横 接着中间一束以后呢 再一横 接着是下半部的木 一横 一束 一撇 再一捺 就完成了 集的简体字和正体字写法相同 汉语拼音是集 在演艺圈呢 每次要颁发 像奥斯卡奖啊 金球奖跟金马奖 这些重要奖项的时候呢 不管是红毯还是会场 总是众星云集 重金礼聘大卡司的明星来助阵 来吸引大家的参与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 明代美鼎座 在玉合纪环玉中说 单膝下玉帛新莲 起席上衣冠云集 这里的衣冠云集 是聚会上士族名门 达官显要汇聚一堂的说明 那同样是聚集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用笨集这个词 这个词呢 在新唐书里面也有被运用过 读书人笨集经诗 从此啊 文质的时代就开始了 那既然唐宋以后呢 文人的地位提高啦 社会风气变成万般 阶下品 唯有读书高 就来回溯一下更早之前 一些刻苦读书 有远见的文人 还记得这个吉银硬学的故事吗 硬学是孙康的故事 而吉银是车印的故事 孙康和车印两个人呢 因为环境穷困 没有钱点灯 所以孙康利用雪光来照明 而车印用五银照明的方式来读书 终于出人头地 那明代呢 有一个腐败主人 他编了一部作品叫做《笑铃》 什么叫《笑铃》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本笑话书 那里面也写了吉银硬学的故事 曾经有一次呢 孙康去拜访车印 车印刚好不在家 于是孙康就问门房说 何往 车印去哪里了啊 门房回答 出外捉引火虫去了 不久以后 车印回头到孙康家拜访的时候 只见孙康悠闲地站在庭院中 随口问啦 何不读书 孙康则是幽默地回答说 我看今日这天不像个下雪的 我看今天的天气 不像是会下雪的天气啊 所以你知道了 古人的笑点跟我们似乎是不太一样哦 而吉银硬学这个故事呢 可以说是琴学的典范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例子 《诗经》中的葛谈篇 意思就是说 葛藤这一类的植物维持本性 一路长到山谷中 叶子很茂盛 而黄鹰正在飞翔 聚集在丛生的树木上 发出阶阶的声响 其中呢 黄鸟鱼飞 我们用这个鱼飞来比喻夫妻同行 恩爱相和 这种用法在其他的地方也可以看到 所以呢鱼飞啊 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词组了 千万别用错咯 而这一首诗 常常跟有名的官居一起拿来被讨论 都被解释为后妃之德 那什么是后妃之德呢 就是女子不干预政治的意思 诗里面这个 葛之谈息 异于中古 唯业七夕 就可以解释成 女子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要维持美德 而黄鸟鱼飞 急于灌木 齐名皆皆 夫妻双双的在天上飞翔 而又有缘急于灌木 那么就应该更加的和睦融洽 各位亲爱的朋友 在现代社会中呢 虽然是还没有办法真正做到男女平等 但是已经没有这种 女子不能干正的观念了 不论男女 集思广义是更有效率 更有力量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自由联想 读音为集的字 有各种不同的字意 接着自圆齐说 什么是集意成求呢 请绘文来告诉你